第一類的題目基本上就是在學會這些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衡量一下 你對Excel裡面基本函數 有沒有基本的認識 函數、公式、會不會下 加總、平均、最高、最低等等 然後另外的話格式設定 像剛剛的格式設定 裡面的話比較特別的應該是設定格式化的條件這些 那如何可以很快的幫我把一個 某個範圍的資料做一些圖表 然後加上一些像前面還有一些什麼SmartR 畫一些那個比如說一個圖表 然後呢還有什麼呢 走勢圖裡面有一個折線圖、直條圖等等的 那下一個單元第二類的部分呢 我們大概就會學會所謂的Excel裡面的所謂的資料編修 還有關鍵的地方列印的人 前面比較我有提到 但是沒有把列印的功能講得比較詳細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會再進一步的了解就是 有關列印的時候呢要注意事項 包含像這一題 列印的時候呢比如說你有第一頁 第二頁的時候你會發現 你如果列印預設 它第二頁不會有欄位名稱 如果你要第二頁也有同樣的欄位名稱 你要該怎麼辦 所以這邊的話有一個什麼 列印什麼呢 列印的那個範圍你可以再做一些相關的設定 所以這邊的話包含頁面裡面的方向 可以把它改成橫向 縮放比例、紙張大小 還有呢怎麼樣邊界設定 另外居中可以把它放中間 還有就是標題的設定等等的相關的 還有什麼壓縮啦 另外還有什麼跨頁標題重複 就我剛剛講的 如何讓你的標題 能夠換下一頁也能夠顯示出來 所以這裡那這個地方剛好 202題也會講到這個部分 所以待會也許我們202題的部分 直接就來看一下這部分 那202題裡面呢 它要我們做哪些動作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這邊的話 202 OK 那裡面的話呢 大概會有幾個部分 總共這邊有6題 那6題裡面呢 大概我們來run一下 基本上一樣 把那個我們的題目打開來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所謂的那個 台北市快樂小學 它裡面的學生名測 男生跟女生有不同的體重的指標 男生的話是80 女生的話是70 那也就是說標準體重的判斷標準 男生跟女生是不同的 那他會提供給我們一個公式 如何去計算出男生或女生的標準體重應該多少 再來的話要顯示出他應該增加或減少多少體重 用這個來判斷 那這邊的話呢 大概做出來結果類似長這樣子 就是說呢 標準體重 OK 這邊有個公式 那比如說 那比如說 這個是女生 她的體重是45公斤 她的標準體重是58 所以這邊會顯示出你必須要增加13公斤 那如果說呢 他這邊假如說他這個體重80 可是標準體重只有74 等於要減6公斤 你會發現減6公斤 本來是-6 那你要怎麼把-6改成紅色的字 而且呢 要顯示出類似像這樣的格式 數字前面變成負的 那如果說呢 今天假如說 他的標準體重是體重69 那個標準體重也是69的話呢 那要顯示完美的身材 類似像這樣子 那最後底下要幫我計算出平均 平均值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大概就是 第一個 所謂的標準體重這邊有個公式 他的公式什麼呢 就是身高 減掉 什麼標準體重指標 那標準體重指標 男生是80 女生是70 最後再乘上0.7 並且無條件 結果無條件進位 意思就是什麼 那要取到整數的意思 而且他有提示 一定要用這個 RUN UP跟IF函數 所以特別是1 這個公式怎麼下 所以這難度比較高一些 第二個的話呢 增減體重部分 也有個公式 另外呢 底下有一些相關的顏色 這個剛剛看到有沒有 比如說你附的要用紅色的 正 如果是正的話呢 那就是幾公斤 如果完美 就是剛剛好的話 那就完美身材 其他的話設定平均值 最後的話 列印範圍名稱 這個要定義一個名稱 叫學生名測 也就是把這一整個範圍 以後 用學生名測這個名稱去定義 那未來你可以配合一個叫F3 的一個快速鍵 可以把這個範圍 快速帶出來 然後呢 列印這個範圍 並且呢 列印那個什麼 標題範圍 指的是第六列這個欄位名稱 你要能夠讓他第一列 第一個page 能夠顯示列印出來 第二個page也要顯示出來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那請各位先把那個題目稍微了解 待會我們來逐一的來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各位想要試一下 第一個就是 他剛剛給我們公式嘛 那公式的部分就是 身高減量標準體重指標 乘上0.7 這是一個公式 可是未來你工作裡面 會有很多類似像這樣的情況 你就是自己要把公式想出來 那另外他最後要有 最後是無條件進位 所以其實你可以分階段完成 所以第一個就是說 那個身高減 那這個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 完成的公式在這裡 這一串 OK 你看外面是run的 if 然後呢 條件 然後乘上0.7 那我們從頭做一次 一 比如說 第一個等於什麼 等於 身高 那身高在哪裡呢 身高在這裡 所以f7 對不對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說呢 身高要 他的公式的話 就是身高 減掉 先減有沒有 外面刮鬍 再乘上0.7 所以減的話 那特別重要 那你怎麼知道減 減哪一個 男生女生兩個 所以你要用這個 性別去判斷 他應該是選上面的這個 還是選下面這個 如果你有兩個的話 那特別重要 請你用邏輯判斷 那邏輯判斷要怎麼加進來 在這邊你用f2-對不對 再來 特別重要 如果你要插入一個函數的話 因為已經有公式了 請你選前面的這個 前面這個清單 就是當你有公式的時候 你在用這個 如果你第一次使用 前面沒有東西的話 你就用插入函數 那我們用if 如果什麼呢 你會發現 他會幫我把公式加在這裡 如果哪一個呢 性別等於什麼呢 等於假設 我用男女 反正這個地方的話 用男好了 假設是男生的話 那就是什麼呢 如果是男生 他是用 這個條件為處的時候 那我下面這個 就是上面這個 有沒有G3 反之的話呢 那就是這個G4 OK 所以這個做一個什麼 有點像過濾器一樣 你如果這邊走這邊 如果這邊走這邊 好 好了之後的話呢 他就會二選1了 二選1 OK 好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再來的話呢 還要再怎麼樣 乘上0.7 對不對 所以請你在外面 刮弧起來 再乘上0.7 應該可以看懂 反正就一步一步做 其實那麼長的公式 絕對不是一次做完的 一定都是分很多 個步驟完成的 但是你前提是你的邏輯 你的邏輯要跟得上 你不要說那個跟不上那個角 OK 57 好 可是57之後的話 他要我們怎麼樣 這樣無條件進位 無條件進位 那實際上 這裡面我看 這應該是會有小數點 但你這邊的話 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 那這個地方看不到小數點 不代表他裡面沒有小數點 實際上他只是怎麼樣 外表把他蓋住而已 實際上裡面還是什麼 57.40 但是他無條件進位 應該變58才對 因為只要有小數點 就進一個 所以答案應該是58 我們要怎麼讓他變58呢 請記得 題目裡面有提示 就是用runup runup runup怎麼用 請注意 請你把剛號公式減下 減的時候 請記得不要減到等號 再插入一個什麼 runup 在哪裡 在數學裡面 因為進位不進位 這個跟數學有關 所以你找到 那個 數學三角函數裡面 找到run 有沒有看到 R開頭的 那他會按照英文字母 ABCD排列 所以R的話 找到runup 按確定 接下來呢 請你把它貼上 把剛號公式貼上 57.4 那如果你要取到小數點 的第一位 就輸入1 如果第二位的話 就輸入2 如果你要整數的話 請你輸入 整數是 請猜猜看 答對了 答對了 就是0 所以有時候 我跟各位講 這東西有時候請你先猜 猜錯也沒關係 反正以後 慢慢再修正 像我都學的東西 我都先試試看 猜錯沒關係 反正 剛開始練習猜錯也不扣分 可是你考試的時候 不能猜錯 考試的時候就把它記下來 OK 好有沒有你會發現 57.4 變58了 所以這樣在考試的時候 就是如果考到這一點 你就要把公式打出來 那我看如果你是57 那就是直接錯了 OK 如果58按確定 完成了 接下來的話呢 我要讓它向下 都一樣的話 特別注意喔 你向下填滿的時候 你不是直接點兩下 為什麼 因為底下你會發現 標準體重居然116公斤 多嚇人 130 OK 那不得了 如果這走在路上應該 OK 好 那所以為什麼會錯 其實關鍵就在這裡 因為如果說你向下填滿的時候 它的那個公式裡面 如果有G3 G4有沒有 還有像這個F7啊 這個是儲存格的位置 那如果說你今天向下填滿 你要把它鎖住的話 不要增加 那記得喔 你要把列號給鎖住 比如說這裡喔 你要記得 因為向下填滿 G3跟G4不能動喔 如果你動的話 就像底下這邊有沒有 它變G4G5 底下沒東西嘛 所以記得這邊有沒有 把它先加一個錢的符號 這邊加一個錢的符號 就是在列的地方 如果你要固定的話 那你就給他錢 所以如果你希望員工不要走的話 給他多一點錢 他就不會離職了 然後現在現在為什麼大家常常離職啊 因為給的錢太少了 OK 這應該好記啦 我覺得還有點關係 因為現在給你們薪水都太低了啦 所以流動率高也不能怪你們啦 如果起薪就給你直接 60K 我想你應該會待很久了 對 而且呢 零食啦 飲料啦 餐點都浮現供應的話 而且你隨時想要躺著休息就可以休息 然後呢 想要看遠方的風景就可以的話 那其實像那個101裡面72樓就不錯了 因為那個是Google的總部就設在那裡 OK 好像你們有一個學姐好像在那裡工作 OK 那真的是人生的 人生勝利組的感覺 在那邊工作的話 哇 真的是一種很愉快的 不過前提是你要夠的那個本事 OK 所以 好 這個當然我們扯遠了 因為錢的符號 OK 然後再來的話呢 向下填滿要哪一下固定 E7要不要固定呢 看一下E7 這個等一下呢 性別要要變 因為你向下填滿這個要變 F7要不要變 也要變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 這個位置有沒有 這一個 跟這一個 不能變 就是在列的前面 那特別注意你向下填滿 是列號數字會增加 向右填滿的話呢 是燃號增加 那因為我們現在只有向下填滿 所以呢 你前面的區域喔 不用給錢 會變的是列 所以是數字會變喔 OK 這個概念要搞清楚喔 好 那我們做完之後的話 請你把它向下填滿 打勾之後有沒有 再向下填滿 答案就OK了 所以這樣的話就是我們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要做出什麼呢 增減體重 那怎麼做喔 特別注意 增減體重的公式呢 他是說什麼呢 欸 要我們把那個 這個增減體重是 把標準體重減掉體重 所以喔 標準體重等於標準體重在哪裡呢 標準體重在這裡 標準體重 減掉什麼呢 減掉它的體重 打勾 13公 向下填滿 那可是問題他不是要 只要這樣 他希望喔 如果我說它的體重 假如是 增加或減少 比較會需要 看得出來就是說 需要減少 因為他過胖嘛 假設你要去參加健身中心的話 那可能要把紅色這些人挑出來 所以呢 就是說喔 他標準體重是74 他80 要減6公斤 那也就是說我希望喔 假設啦 剛剛沒有格式 我希望給他一個格式的話 那怎麼樣剛剛好可以 欸有 不會有幾種喔 1是原來的 原來的怎麼顯示 原來就是說呢 他只要是 低於那個標準體重的話 那高於的話是負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我看一下這個是 這個等於是負的 如果是 H 這個減這個 體重 那我們如果說要秀出 類似像這個格式的話 請各位注意一下喔 請你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選完之後做什麼 這個可能要稍微記一下喔 按滑鼠右鍵 儲存個格式 格式裡面喔 請注意一下喔 這邊喔 請你把它 如果說你今天要 如果原來的資料是13公斤 那你就用什麼 特別是用0喔 0的話表示那個數字 後面的話 公斤是一個文字 所以記得喔 公斤前後一定要雙引號 那這個表示呢 你是正的 就是13 假設那個資料是13 它不是負的話 那就會自動顯示出 類似像這樣13公斤 可是第二個 如果是 它裡面的只是負的話呢 所以特別是 後面請你加一個分號 第二個 如果你要顯示什麼顏色 你要這邊打一個紅色 那它這個格式就知道說 你要顯示成紅色 另外的話呢 後面的部分呢 就是減 那記得喔 一樣喔 0的話呢 一樣是原來的數字 你原來的東西 如果你要在前面加個減的話 請你在前面呢 前後雙引號 再一個減 加一個0 後面一樣加公斤 OK 這樣的話它顯示出來就是 減 0 0的話指的是裡面的資料 就是負的 如果是負的 它就會是減0公斤 第三個是 再一個分號 這個什麼呢 完全相等 如果兩個完全相等的話 就是0 裡面如果是完全相等 而且是0的話 那就藍色 意思說裡面要顯示出藍色 然後呢 後面的話請你加前後雙引號 裡面包一個完美身材 OK 所以特別重要 這個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這個可能相對的 因為它邏輯 大概知道啊 只是說你要把這個 完整的打出來 可能會有點問題 不過各位也不用擔心 我要把那個 最後完成的畫面 幫各位拍照 像剛剛這個有沒有 那你要放 你要在哪邊找 雲丹白板裡面有沒有 找到那個 1202這邊 這邊有幾張圖 123有沒有 在這裡 OK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因為這個可能要你們把它記下來 要全部打正確 恐怕不是容易的事 不過你要特別注意 0喔 本來就數字 0不用動 如果是文字的話 前後才需要雙引號 OK 那123部分呢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比較難的應該是公式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我這邊 這個G前面 這個前幅號 可加可不加 加也沒錯 不加也沒錯 OK